另一个型的安全问题出现在台中市的东海商圈附近 因为东海大学校区外的围墙人行道 有画上停车格再加上相当的宽敞 所以有不少的机车骑士就干脆直接把机车给骑了上去 原本是给人走的道路竟然变成了机车道了 人车真道的情况几乎是天天上演现象还神 情侣两个人逛东海商圈却得紧贴着墙壁走 原来刚刚差点和机车擦撞 行人不知道该走哪一边 不知道我们是应该走在水泥地上 还是要走在那个白线的那边 车要闪我们我们也要闪他这样子 就两边不知道要怎么走 因为那个线规划的不太清楚这样子 商圈外的人行步道天天上演人车真道 机车直接骑上人行步道 不仅在人群之间穿来穿去 好几次还差点撞到行人 有的时候甚至时速还高达四五十公里 似乎无视这条可是人行步道 根本没看到一旁的进行机车标志 就连原本阻绝机车的栏杆也被撞歪 成了骑士现成的机车道 人行道直通东海商圈 加上可以避开中短路的大量车潮 以及下坡路段的测速取缔 尽管明明知道这样坐已经违规 贪图方便的情况还是层出不穷 看那边满多人骑过来所以也骑过去 所以这边比较快吗 比较安全 机车其实说中港路的车流实在太大 加上人行道又化有停车阁 才会将机车骑上去 而学生机车的数目实在太多 怎么取缔让警方伤透脑筋 只能尽量以劝导为主 而下方表示会在人行道出入口设下栅栏 避免人车抢到的情况再发生 继续林建生棚换群 台中报导 警方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